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十种日常生活当中最为实用的绳结技巧 那么有很多朋友说我一看就灰一打就废 这种情况什么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 过于着急没有扎实稳定的学到这样的绳结技巧 那么今天我是以最慢的动作给大家演示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凡尔特式绳头对接 我们另一根绳子压住蓝色绳子翻转一圈 形成一个半扣 然后压住自己的绳子 然后压住之后把蓝色绳子反到下方 大家看反到下方之后缠绕红绳一圈 然后这根绳子搭在下车 然后我们搭在下方之后 绳子各自插入自己对象的绳尔当中 这一车穿回来 然后我们另一车也是穿入自己的绳尔当中 在此我们双向拉动直接一锁紧 大家看这种断绳对接技巧比较牛逼 叫凡尔特式 适合我们脚粗的绳子对接 绝对牛逼 绝对豪横 暴力测试它也不会开扣 绝对实用 第二种的对接方法就是亨特式对接 亨特式在我们绳子断绳对接里比较简单 首先我们向一侧做两个半扣 然后呢蓝色绳子翻转到下方 调整一下长度 从红色绳子的绳眼穿过两根绳子 另一侧的绳子我们也是一样的方法 两侧绳的绳头都在对向的方式 双向穿插 然后我们一拉伸一整理之后 这个 大家看 这个飞艇式对接技巧 也叫亨特节就对接完成了 对接的效果也是极其结设 牢固 暴力测试没有问题 三种我们来看外科节的对接技巧 外科节也是我们外科医生 在对伤口进行缝合时 经常使用的一种断绳对接技巧 大家首先来看 我们左侧的绳子压在下方 右侧的绳子压在上方 然后拿起左侧的绳子绕组绳缠绕一圈 另一侧绳子也是翻转回来 再次缠绕一圈 然后大家记住这个技巧 我们左侧的绳子再反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压在上方这样挑一圈 然后我们的另一侧绳子也是转一圈 大家看 两个绳子都在同一侧方向 这是我们双向受力 一收紧 大家看 直接就收紧了 这就是一个我们户外 断绳对接的一种 叫做外科节 对接起来非常使用 快速 外科医生在对伤口缝合时 也经常使用这种绳结 解开的时候 我们只需两个绳子一匹 大家看 轻松的就可以解开 拿下来也是非常方便 快速 这种穿插式对接法 首先我们两个绳子 各自缠绕自己的绳子一圈 然后我们另一侧的绳子翻转回来 左侧绳子穿入两个绳子交叉点 穿进来之后 我们再拽出红色绳子的绳头 再时要反到下方两个绳子的交叉点出 再次穿回来 然后我们双向拉动 直接一收紧 一整理 大家看 这样就是一个穿插式的对接技巧 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四种断绳对接技巧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种 大家请看 第五种 大家来看雪节的对接 首先我们把这根白色的绳子 向下方做出一个单节 单节都懂 大家都会 一看就会 一打就都懂 这样的单节 我们调整一下单节的长度 调整完成之后 我们把单节的出口处 也就是这里 分开 拿起另一根绳子 从出口处 我们把它穿回来 大家看 穿回来的同时 我们旋转一周 压住这根绳子 再次翻转回来 然后再把单节的出口处 再次分开 分开的 我们每次分开 都是白绳分开 大家看 把它从白绳的出口处 也就是单节的出口处 再次穿回来 然后我们双向拉动 直接收紧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 血节的对接技巧 两侧绳的缠绕 绝对接是 宁舌不开 OK 我们五种断绳对接技巧 完成之后 接下来给大家再演示 接下来的五种绳结技巧 我们来看这种 逃生 救援 必备的 绳扣之王 也叫绳结之王 它是一个加固式的 首先我们把绳子 在手上 缠绕两圈 这样 形成两个绳圈之后 我们把单绳 从下方两个绳圈中 穿入 然后 这个时候 我们前方留有一段距离之后 把下方的单绳 挑过主绳 再次压过来 返回双绳圈当中 这是一个加固式的 然后我们收紧主绳 拽紧主绳之后 我们再拉动另一根绳的 锁紧 双向受力 它就是一个 逃生 救援 必备的 加固式 不临结 也叫绳结之王的打法 绝对使用 因为两个绳套 在受力的时候 已经把这根单绳 牢牢的掐住了 绝对没有问题 使用安全 七种户外狩猎 老师傅 这个老猎户 在野山狩猎时 必备的一种绳扣 叫做野猪套 也叫野鸡套 大家看 首先我们把绳子 这样 对折一下 对折一下之后 拉的绳圈调整好之后 我们把下方的绳子 折双 直接穿过前方绳下 穿回来之后 我们先拉动短绳收紧 然后再拽前方的组绳 这样 双向调整一下 根据我们自己 所套列号的大小 我们拽组绳 调解这个绳套的大小 绳套可以自由调节 拉动组绳 绳圈就可以缩小 根据自己所需要的猎物 如果掏大型猎物的时候 调整大一些 猎物本能的反应会挣脱 越挣脱的时候 组绳一带形成受力 直接抓住了 根本不可能开 也就是说 组绳一带形成受力 它就会牢牢boss 第八种给大家分享一个单绳牛龙头节 首先我们把绳子折双 然后翻转回来 大家看 翻转回来形成两个绳圈 两个绳圈形成以后 我们把左右相搭 然后直接溃过来 溃过来之后 这里会形成两个小绳圈 我们把大绳圈 从小绳圈中拿出来 列侧也是一样的方法 这样拿出来 拽住两个绳儿 然后把下方的绳子调整一下 这就是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 单绳牛龙头节 牛龙头马龙头 必备这样的绳节 它也叫双吐尔节 挂在老牛 两个牛鸡就上 它就是一个牵牛逼节 就是这么牛逼 又叫双吐尔节 两侧都是活套 可以自由拉伸调节的绳口 第九种 农村杀猪将 经常使用的一个猪脚扣 大家看啊 首先我们把绳子对着是一个X型 然后两侧相搭 两侧单身相搭啊 然后拉出绳套 绳套拉伸完成以后 我们把绳套挥过来 这样啊 双和重合 然后我们找来这样的一个老虎钳 再找来一根小木杆啊 做一个道具 咱们这根小木杆在哪里呢 咱们就找一个粗点的木杆啊 太细了 也是不够结实 那么这个粗的木杆 我们把它夹上来 然后收紧这个绳子啊 两侧以人力的方式收紧 大家看 它就会越压缩越紧啊 绝对不缓结 压缩物体捆满物体 日常生活当中 绝对离不开这样的绳结啊 绝对牛逼 绝对可辣子 后方形成双缺锁 前方形成八字结 锁紧效果极其可靠 这种五四扣平口结 古代打油将发明的一种绳结啊 首先我们把绳子折双 然后挥过来之后 大家看 拿起右侧搭左侧 旋转半周 然后分开底部左侧这根绳 用拇指推动这根单绳 大拇指勾住前方啊 这样一勾回来 这就形成了五四扣平口结 古代打油将发明的 把它挂在平口上之后 咱们双向受力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当我们四根绳同时受力之后 它就会牢牢的锁紧在平口上 这也是古代打油将发明的一种绳扣 绝对牛逼 绝对class啊 我们日常家中全挂花盆 掉吊篮啊 都可以绝对牛逼 绝对豪横啊 好 好 好